对于军舰来说 对于航母来说 好像是大浪对他们来说 是不是会比较大的冲击啊 我看一下冲绳浪高是两层楼 当然我知道 遇到这种台风警报 那船早就已经入港了嘛 但是我也很好奇哦 难道入港之后就 不用做别的事情了吗 刚问了一下小舰长发现 no 他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其实进港才是忙碌的开始 怎么说咧 我们一般舰艇靠在港口里 我们都是各揽加霜 也就是带两次的这个揽 然后用细麻绳把它固定 但是遇到台风 这样子是靠不住的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等于是加霜的double 就是基本上来讲 在码头上的揽装 以及在我们船上的揽装 可以尽量的 就是能够上几圈就上几圈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揽绳呢 要把它全部绑在一起 这样子才能让它的吃力啊 很固定 另外靠近悬边的这一侧 以及靠近岸边的这一侧 不是那个揽绳这样子拉来拉去 可能会磨到吗 我们要绑防滑布 然后就是防膜布啊 就是一个比较厚的帆布 那那个帆布上面还要涂牛油 就是让它越武滑避免 对不对 避免摩擦 然后就揽绳就断掉了 这只是揽绳而已啊 其实前面要带毛链 后面要带钢丝揽 怎么说 也就是我们把毛链拖出来 可是不带毛 毛跟毛链拖开 然后只带毛链 毛链呢 用钢揽固定在这个揽装上面 我们原来揽绳就已经有每一条船 哪怕是600吨的小舰长的船 也都是六条揽绳 六条揽绳 带的好好的 然后带出前面带那个 我们讲的毛链绑在另外一个揽装上面 后面呢带什么 钢丝揽 那避免说风大的时候 那个揽绳还是会有断裂的可能 那我们是这样固定的 那这个只是我们一部分而已 另外一部分就是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的时候 对 要做什么 我们要指航行跟啊 航行跟啊 什么叫航行跟啊 就是比照在海上航行 那也就是说 尤其是轮机队最辛苦啊 轮机队那以前呢 现在稍微好一点 因为现在都是游击船 然后有机控室 然后里面还有空调 以前的洋字号啊 对不起啊 那就是那个启动主 那个要主机要被变 那你就是要把那个蒸汽要被变 那那个机场很热的 然后就是航行跟就是四小时一根 四小时一根轮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也就是如果缆绳都断了 对 锚链也断了 都断的时候 船不就飘出去了吗 飘出去的时候 你船上要有电 而且要有动力 能够让它不要去撞到别的船 所以说在台风的时候 其实船上的官兵 都是stand by在那边 对 其实是很忙碌的 不像大家想说哎呀 放台风架了 你们也可以放这样靠岗了 没有啊 太惊险了 靠岗直航行跟 那就在坐水牢 大家知道吗 你看得到那个外面的 那个各个便利超商的那个灯啊 亮啊亮啊 你就是不能下梯口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 直航行跟的时候 连梯口都是收回的 台风来的时候 在船舰上什么样的感觉 尽管已经绑好这样的缆绳 就是很晃啊 也是海盗船的感觉嘛 对 就是海盗船在那边晃啊 那至于说其他那个大家一定很好奇啊 有没有其他更恶劣的天后 对啊 其实不要说台风啦 你如果在海上遇到那种几级的风浪啊 那也很恐怖 像这一次山陀尔冲绳的浪高已经是两层楼了耶 两层楼还好啦 那但是大概也到极限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以前呢 我在杨之浩那时候 还是刚毕业的时候年轻嘛 那担任副职跟官 那担任副职跟官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做六二出巡 什么就是六二出巡呢 也就是带着那个时候叫做舰队司令啊 就是从那个左营出发 然后到马公去视察部队 去视察所有的舰令部 那时候叫舰令部 现在已经不叫舰令部 就是舰令部所属单位啊 结果我们就在黑水沟的地方啊 遇到十二级的风浪 前也不是 后也不是 那个十二级风浪有多大啊 就是台湾海下最恐怖的风浪出现了 船直接插在水里 然后那个浪喷起来 打到尾杆上 然后再从上面灌下来 所以有那个啊 不是在我们驾驶台直跟的 他说哎呀 我上来透透气 就在那个人孔盖下面 他觉得哎呀 那里最凉 结果那个浪一打下来 全身湿 因为喷到尾杆 吹到瀑布一样 对 就是一个瀑布 这样整个都是全身湿啊 然后这是一个状况 但是呢 整个驾驶台 只有两个人是玩好的 一个人呢 就是舵手 舵手 舵手为什么玩好 舵手说 开什么玩笑 我以前是在那边开渔船的 比这个更晃 你们现在这根本就是不耐操啊 那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了 那那时候我是副职人官啊 那当然我们职人官那时候 也在晕船啊 那我那时候说哎 各位 我不抽烟的 你们以前啊 开船的时候都抽烟来熏我 我现在点根烟如何啊 他说你敢点 为什么 因为只要一闻到那个烟味 大家全部吐 那个绝对晕船加倍 哪怕你是那个老烟枪 都是如此啊 连你们在天天在海上跑的 都会晕船了 想必那个风浪一定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其实我就有看到哦 2022年的时候 曾经就有出过市啊 泰克素号 当时候呢 其实它是怎么样 它是遇到了那个 风浪很大 海上很差 然后呢 这个浪就灌进了船舰内 然后它的船居然就沉了 那当时候船上是有106人 只救出75人 31个人都失踪了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菲律宾就是菲律宾 这是泰国啦 对不起 泰国 你看 这个是 舰长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是他乘船前的画面 他遇到了一个超大浪 然后就翻了 我们这样解释啊 我们船上有各种的防险啊 那例如说这个是水密门啊 那它上面有标明XYZ 那个是分别就是 甲级防险 乙级防险 以及经常关闭 那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用意呢 也就是说 如果是在我们备战操演的时候 或者是实际上遇到战况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把就是作战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甲级防险的全部关起来 你甲级防险关了 乙级防险 哪一个是最外层 没有 它是这样关进来 没有 它的不是不是 它不是外跟内的问题 它是重要跟不重要的 就是说当然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 就是说 我这张图没有 就是它有一个DZ的部分 那个有一个D红框的那个部分 它其实是灯火管制 也就是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船舱内的走道 开的还是我们一般的那个白灯 可是呢 白灯很远就会被敌人看到了 那这是作战的考量 另外还有航行的考量 就是因为我们船上有旋灯 有尾灯 那还有屁股后面的尾灯 那你只要多开了一盏灯 很容易造成别人的直跟关 误判你的一个方位 就是我们相对的应该角度是多少 例如说我在你的正后方 我只看得到你屁股的尾灯 其他的灯我都看不到 可是当我前进到你正横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到什么 你的例如说左边是红色的旋灯 我就可以看到你的旋灯 那我们就是用这些灯来判别 这个船的状况 那当然了 现在有更方便的用雷达 我就可以得知它的航向 避免造成碰撞 不过这个还是一个基本功嘛 那我们有这些防险 其实它都就是说 当你我们讲到经常关闭的 全关的时候 你在关乙级防险的时候 就等于以下的 就是经常关闭的也都关了 当你关了甲级防险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就是全建的水密门 全部都关起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不要拿说 我们去坐游轮啊 好吃好喝 好睡的那个经验来衡量 游轮基本上来讲 它都是一个很空旷的场域 可是军舰不是 军舰它是每经过一个格赌人 它就是有一个水密门 那尽量避免说 如果造成战损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就是赌漏 然后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直接把水密门关闭 就是最好的方式啊 好朋友们 我们中天保安品牌KS 又有新产品啦 这一支叫做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们诚心推荐给您 这一支呢 你不但去海边啦 或者是户外活动啦 太阳很大的时候呢 防晒必擦 同时它的成分呢 非常的厉害 有媲美蓝光神盾的 榨棗直萃 它可以防御环境里面 3C产品还有各种光源 对我们肌肤造成的伤害 还添加了黄金海藻成分 帮助我们的肌肤抗老化 365天天天擦 天天抗光抗老化 就选择这一支KS Royal Care 皇家货物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防晒隔离 一次解决 抗光动灵 一瓶搞定 您的保养日常 交给KS 有很多好朋友会问哦 那它操起来会不会黏黏的呢 放心 这一支KS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擦起来非常的清爽 也不黏力 它不含香料 那儿童呢 孕妇全家人都可以用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请到快点过去下单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有更多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货物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力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对扶在找到我 感谢观看